NEO 聊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四座活博 好 先來看一下 大約出色點位 9點鐘方向的MBL 是朝鮮人 朝鮮人的特色是擁有挖石頭速度最快的文明特性 而且箭塔部分 還會自動升級 而且後期工程器方面 重型頭石側射程 也是遊戲一面射程最遠的頭側文明 甚至他的最小的頭側的 攻擊範圍也有獲得 朝鮮人後期有火炮 所以在互相克制的時候 他有決定性的控制權 朝鮮人他的 木材的軍事單位 消耗也是非常多 如果你是要出槍兵啊 戰矛 這個傑免都是很多 或是這個奴兵啊 馬共都是有些木材傑免的 但是頭石器這其實是沒有的 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大約出色點位 三點鐘發生的隱家人 隱家人的文明特性呢 最主要是他的軍事單位 食物消耗減免非常多 不管是要出劍、槍、兵、老鷹 或是戰矛、頭、死守 或是這個槍隊長 這個食物消耗減免都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他不像是屈折羅倫 需要點下薩地利 才會有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他是所有單位有天生就有 非常可怕 哥德人雖然也有天色 但他是只有步兵而已 但硬家是全部都有 所以他打這個戰矛 槍矛前壓也是非常適合的文明 那硬家人他的主要打法 還是圍繞在他的步兵跟攻兵路線 攻城路線雖然稍微可以打 但是沒有重頭 他的生旅科計畫 除了打純生旅戰的話 比較弱勢之外 基本上還是可以用的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選擇怎麼打 那四座活博的打法特性呢 開久就是盡量 趕快湊到五個人伐木 然後趕快把這個豬大象拉回來吃 不斷衝為主 那先五個人伐木之後 就可以快速補下自己的碼頭 那NBL這邊呢 木頭稍微慢了一點點 所以現在木頭才剛補下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誰先有第一艘旅船出來 誰的經濟優勢就越大 那目前看到印加人的經濟優勢 已經領先了快要100支援了 所以這個前期的有海地圖 這個海陸混合圖 會比較建議 趕快把這個碼頭先蓋一下 誰先蓋一下 經濟就越好 那目前的世界帝國的海陸混合圖的重點 都是這個五人伐木 快開碼頭的一個策略 那到了遊戲中後期 這個碼頭的爭奪 其實變得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是在維路上 維路在這個陸地站為主 ok 那接下來看到中間 印加人已經死掉了一隻老鷹了 也封建時代的肉馬 上來是比較高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印加人這邊 直接送掉老鷹 可能剛好撞TC喔 這也可以看到 就算沒有封建時代 這個肉馬也是急殺掉老鷹 看不到出了什麼事情 ok 那這邊有看到印加來偷偷蓋碼頭 好 MV有了偵查到 趕快補第二個 那這個雙碼頭策略呢 之前我們頻道上有看到天空熊 有打出這個策略 雙碼頭吃丹虎 大部分時候都是搶虎 但是這個雙碼頭的策略呢 就是要阻止對手來燒自己的船 那這樣的好處呢 是自己一定能守消自己的苦 然後確保自己的肉不會斷 那待會補這個漁船呢 也會比較快一點 那MBL上方的碼頭也補到了一個新的 好 這裡船一出來 有機會燒掉一艘漁船嗎 沒有辦法 ok 但是對手也是雙碼頭 打的就是一波all in 然後這邊是把這裡圍起來 終於被燒到頭破血了 結果MBL的村民先生就被燒死 哇 剩下一滴血 尷尬了 這一隻村民沒有死會很虧 好這包船在後面 看可不可以炸個漁船 喔聚在一起 這裡有點危險 趕快拉開 要炸嗎 還是不炸 喔不炸 這邊再等個機會 好結果直接被火戰船給燒掉了 哈哈 前期的海戰 看起來印家人是 按錯了是不是 怎麼按到漁船 哈哈 兩艘漁船被按出來 尷尬尷尬 那印家這邊經濟可能就沒那麼好囉 好那後面這個湖呢 你來到了七艘漁船喔 通常會比較建議一個湖裡面放六大四或八艘船 因為你放越多燒船的時候 就意味著你的 投資的風險喔 並沒有分散喔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喔 而且這個裡面的 魚呢是有限的喔 吃完就沒有了 之後還是要灑這個漁網才行 所以會比較建議一般喔 四到八艘漁船 在以上喔 就有點過多了 好那這邊是印家是大豹 虎這個魚喔 三面虎都想拉 是四座 四座 都想拉 好 如果現在看到 MBL這邊是稍微 沒有在理了 欸結果這邊 印家好像是 使用全旋碼頭的關係喔 這裡怎麼又一艘漁船出現了呢 可一直浪費木頭 照這個漁船喔 不少浪費了快要三百目喔 好 印家這邊點下老鷹 準備要來轉老鷹了 城堡賽打老鷹 是對於印家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MBL這邊城堡賽能打的東西 通常只有弓兵或者是打馬戰車喔 騎士稍微能打 但不是重點 因為他的騎士是比較弱的 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攻三防 所以用起來很弱 但是他有大肉麻 所以如果印家人喔 通常遇到的時候 通常是用劍塔防守 或者是轉這個長劍兵喔 所以這一把比賽呢 MBL的文明特性喔 是稍微可能會落後於對手 對手是印家喔 算是打架文明 數一數二強了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又被戳死 好 直接這邊挖樹一棟城堡喔 直接空了兩個建築物 工程器製造所 跟修道院 所以我可能會被射掉喔 MBL這跟城堡建的很關鍵喔 好 這邊是選擇了馬戰車策略 趕快轉馬戰車出來防守 二級聖也補下了 在湖的部分已經大舉定 甚至用龜甲戰船 直接控制了上面 北面的湖 那下面這個湖 有打算要去偷蓋嗎 但是這邊有一艘奴炮戰船 但是可能沒有太多問題 好 正面的部分 看一下兩隻聖女 能不能造想到一隻村民 應該是可以 直接被射死一隻 好回頭照一下 各艦拿劍起來收村 射死 OK 最後是一隻聖女都沒有造到 兩隻聖女倒地 MBL 這邊已經大賺喔 雖然賺到對方這麼多的單位 但是資源上還是落後的 也是因為硬家這邊大爆岸漁船的關係喔 漁船真的是有點多 好 前期兩個修道院可能都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克制效果 中間的部分家裡可能要再補一個修道院 有補了 因為如果修道院都在前面的話 現在前線沒有辦法建立起基地的時候 那你家裡就要補些產業建築 避免對方馬戰車直接過來本一搏帶走 好 找到一台馬戰車 拖擾 OK 再往前 馬戰車沒有打算要裡被招翔掉的 好 又看到了一隻聖女招翔 雖然3下可以打11隻聖女 但招翔速度還是有點跨 馬戰車最害怕的就是聖女 跟這個戰毛兵了 那現在硬家人要打贏馬戰車的話 還有另一個選項 就是出老鷹 老鷹城堡是大概只有5點的遠方 馬戰車是11點 打下還是有6滴 其實還是蠻痛的 十隻集火一隻老鷹的話還是可以秒殺掉的 最好的打法還是出戰毛兵喔 成本來說會比較划算一點 第六世代有這個植物盾時候 再轉出老鷹去打可能會更好 那如果轉戰毛的話 就意味著你的騷擾的空間就不多 戰毛兵的騷擾能力 遇到馬戰車是比較算是沒那麼好用的 但數量多起來其實也是行的 所以硬家人這邊應該 不要太過於執著使用老鷹去騷擾 轉戰毛兵跟聖女的搭配打法 或是挖石頭 插這個承認中心喔 都是一個很好的壓制方法 那現在硬家人並沒有打算要前壓策略喔 而是穩穩的開TC 那有6個人挖石頭 那硬家人蓋城堡或是TC喔 省下來的石頭也是非常多的喔 所以也是可以考慮喔 待會再挖點石頭 待會來直接控這個碼頭 或是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喔 直接來個雙想套 兩個TC直接被壓住 好 那現在上方問題已經穩定下來 碼頭部分現在是兩邊都是各拿一個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果然石哨魚船有點過多了喔 25分鐘就把湖給吃乾抹進了 待會就要來大爆灑這個漁網了 待會這裡 把木村民可能也要轉一些陸地農田 好MBL這件事開始轉陸地農田了 馬丹車的部分 繼續慢慢成形 適量來到了八艘 後面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上方的騷擾可能就沒那麼容易了 老鷹再過來一撥喔 直接撞到城堡臉上 但沒有彈到血 現在有點色的有點歪 老鷹活著了 走了出來 好那現在硬家人要真正成為一個朝鮮文明了 馬丹車被招牆使用越來越多 現在有三台 好這裡再補個修道院 繼續防守 MBL打硬家人喔 算是蠻穩定的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臭名處也是少服領先當中 但資源上來說還是硬家這邊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邊撐到城堡時代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沒有點赤王技術的硬家人 MBL這裡也沒有點 所以大家在所有討論到底似乎這張地圖 要不要點赤王技術喔 我個人認為是可點可不點喔 那不點的好處喔 就是可以更快地龍時代 或是更快可以產出這些防守建築物 當然點下來經濟會是更好一點 如果你可以確保你的火 如果這一輩子都不被騷擾的話 可以考慮點一下 我慾望喔 這個柴王海雲速度也是很快的 好 那現在硬家人點下地龍時代還有兩分半時間 現在老硬的數量來到了四隻 有的就去按嗎 有 現在這邊只有四隻而已 數量還是要靠聖旅 好 硬家永遠沒有轉戰喔 並的關係肉省下了非常多 迅速點下地龍時代 那硬家這邊提前到了前線 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MBL也在原地起了一個新的 OK 這邊想要盡肯的阻止 蓋城堡 但是城堡最後還是被建立了起來 後面的勝率努力著想 馬戰車就去突破 把所有的勝率給擊殺掉了 後方的老硬繼續努力狂戳 但這個馬戰車數量實在是有點多阿 欸 沒死 還是邪活了下來 但是還好有前程科技 有抗招響成功 好 有點一個前程 OK 馬戰車現在威懾力已經打了出來 數量一多起來的時候 馬戰車是很難 擋得住的 這現在又有彈道血了 好 現在硬家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雙堡壓制 待會巨頭出來就會很快 但是後方有點炸裂了喔 開始快要慢慢擋不住 MBL人馬戰車數量 後面再補了一些過來 也拉了一些臭名直接前置 電塔 開始要給壓力了 好 繼續著想 馬戰車 馬戰車的數量現在越來越少 好 但是MBL一直在補 沒有打傷到神帝王了 這一波ALL IN這個劍塔有點難騎 MBL要出事了嗎 老鷹擋不住 臭名被老鷹給戳光 化賽了 MBL 這該怎麼打呢 還是要賣石頭 賣石頭的話就不能修城堡 好 最後這根城堡 最後是取消的樣子 現在看起來 居城堡司機出來之後 這面的經濟全部都會爆炸 MBL要把自己的學球給滾起來 還是得靠劍塔 但是劍塔的部分又蓋不起來 臭名剛剛也被老鷹給戳掉了 現在要反擊回去確實有點困難 甚至臭名術也沒理先太多 支援量還是有點落後的狀態 好 正名巨頭夾了起來 繼續進攻 現在地獄時代補下了 還是通過買賣 好 贏家這邊 26隻臭名在挖黃金啊 上億人挖金 太扯了 好 這邊要拉走 化彈車 招翔 好 轉招翔 但剛好好像斷掉了 沒有辦法成功招翔 贏家還在瘋狂的暗生旅 巨型頭司機慢慢攻旋當中 好 再關城堡 肯定是要放棄了 但後面這個城堡應該暫時沒事 這後方的村民趕快躲起來 好 Tc 防守一下 馬戰車再次殺到黃金礦的村民 好 現在看起來 馬戰車殘血的又做到了一點事情 好 這邊終於走到了後方 後方可以來打一下漁船 好 這個 三個巨頭開始往前壓制 後面的馬戰車 有點危險 兩隻僧侶 好 後方的巨頭 三台要小心 這裡要趕快拉村民修一下 城堡要是掉的話 MBL最後一根城堡 就不能再繼續查馬戰車了 沒有馬戰車的壓制就會變小 唉唷 但這邊防護箭塔 居然建立起來了 所以我們搞到一點事情 好 上方挖死了 村民被抓包了 城堡已掉 MBL沒有 城堡了 現在只能套著其他單位去處理老鷹了 哇 沒有城堡 但是到帝王時代了 現在有大型箭塔 可以去做騷擾防守 好 兩邊打的就是一個 歐印式 但是現在呢 這些巨頭 並沒有城堡的防守 卻還這麼囂張 直接過來攻擊 城堡 攻擊這些TC跟大型箭塔 要是MBL這邊展個頭車出來 哇 這邊就可以全收了 那現在MBL經濟也是特別炸裂的 TC都可以打光光 那現在箭塔一個一個 慢慢升差進去 打得非常的謹慎喔 這個是一個連環塔 大型箭塔跟大型箭塔的射程 都可以互相cover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城堡又再次建立起來 現在馬戰車的數量已經少到 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外壓制了 我們在家裡稍微防守 好 這邊再稍微反擊 森鯉 森鯉燒翔到了兩台馬戰車 馬戰車的數量越來越少了 怎麼辦呢 MBL 好 化學中提升好了 現在火炮趕快按 中城七製造所後面補一個 就可以反之印加這片巨頭了 OK 現在馬戰車到處 想要想辦法去讓印加人沒有辦法斷心進攻 所以直接過來手撕 OK 這波手撕做到了非常大的事情 好 工程器製造所補起來 要小心這個巨頭會不會直接拆掉呢 打得後面是目標的大型箭塔還行 但是右邊有一個巨頭也架了起來 好 趕快去右邊補一下傷害 MBL這邊是有機會可以打得贏的 兩台巨頭拿下 剩下三台巨頭 後面馬戰車還有少量幾個 好 右邊這個箭塔建起來之後 還能再繼續壓制嗎 好 現在這個湖面上的碼頭也被控制住了 現在肉的獲取也是變得非常少 印加人的魚船也剩下一些些了 現在印加人村民處只剩下65吋 進攻方面來說是打得很兇 但防守來說就還行 這邊是先轉了一些火槍 對這個老鷹就好打了 火炮也在努力轉 但是火槍兵其實有點怕馬戰車的喔 稍微反擊一下 用村民當肉盾 火槍趕快輸出 再換個幾台 應該就能打得贏 這裡又再過來招翔馬戰車了 火槍兵一直被招翔 一發打掉 再來一隻 回頭射一下 但這隻殘險的可能拿不下了 很大了很大了 現在這邊有點虧不成軍 火槍反擊一下打掉馬戰車 火槍兵射掉 後面的勝率趕快處理 火槍終於可以打巨頭了 巨頭這兩台還想要繼續往前壓制嗎 哇就是想要把工程能力拿到最好 但是火槍已經在後面虎視眈眈了 這樣再下去這幾台巨頭可能會被收掉 他們快離開喔 目前後方的黃金是稍微控制了 拉幾隻老鷹過來騷擾挖金礦的村民 現在的局面對於NBL來說是有機會的 但不多 畢竟沒有城堡 但是有火槍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火槍怎麼直接走到城堡市射城裡面 我的天啊NBL這一不實物有點血虧 哇現在NBL還是要靠自己的大型金塔 努力控制喔 這根金塔被建了起來 後面補了一個金塔 做cover 正面的火炮趕快再採一個 這根金塔可能要放棄了 這根金塔蓋好 好 就可以守住 趕快收村 補下這個箭矢的數量 對收村了 這邊箭塔四處在 進攻當中 哇這個箭塔已經射掉了非常多村民喔 NBL的箭塔攻 開始有點效果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把自己的農田再弄得更好一點 現在魚船這個時間點才差不多快要吃完 六隻魚船 這邊是七隻 數量非常標準 直接選什麼的數量大概都是這些 直接選什麼也是用這些小細節 一直把自己的優勢繼續擴展下去 好那右邊這裡可以待會再補一些箭塔 繼續往右邊插 把對方的村民喔 避到越後方越好 那現在其實硬家人喔 要趕快在中間喔 擴展新天地喔 這邊趕快開個TC之類的 再繼續開農一下 那現在NBL的軍隊已經成型起來了 即時轉老鷹喔 優勢也不是那麼大 除非你有非常多的這個戰毛兵配老鷹喔 才有機會喔 那現在硬家人要打NBL喔 這一波的 防守的話 是要轉一些經濟出來才行 好 果然轉戰毛了 怎麼不轉戰毛真的不行喔 巨頭趕快拆掉這些大型箭塔 待會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NBL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趕快把城堡全部拆除 還有這些巨頭阿 這些東西趕快弄一弄 才有可能推進去 現在就是兩邊 就是火炮跟巨頭的拆除的時間 誰比較壞 還有後面的經濟喔 誰拉得更好 好NBL 又有再繼續補TC了 OK 開始來爆經濟囉 原來這個時間點 誰爆經濟誰就有優勢喔 原來現在進入了焦灼期 誰都不敢輕舉妄動 那硬家這裡沒有大規模的 開始爆村民是有點小烈士的 好 後面補了炸毛兵 MBL也要開始轉了 火炮開始進攻 看是對方炸毛兵已經慢慢出來了 3-1轉炸毛很快 後面就有本來的射箭場的這些產人 4射箭場 好 那硬家則是還有一個化學沒有點下 3級的弓兵開架也沒有 但是這個火槍兵開始被打到了 順利收掉火炮 好 那現在MBL就知道 你的主要核心的重點是在上方 那我就從下方開始插箭塔 MBL這波打得漂亮 這時候硬家人打出了GG 應該是受不了了 下面完全沒有辦法 而且巨頭也很難產生出來 已經沒有黃金了 這個黃金已經挖完 這一塊也沒有黃金 直接黃金控的死死的 要是有黃金的話 巨型投資機還可以繼續慢慢量產出來 但是沒有黃金只能透過買賣 一旦透過買賣支撐黃金 基本上希望就會很渺茫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MBL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那現在可以看到 黃金的部分只稍微贏了一點點 MBL這場也可以說是險勝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重點 還是MBL嘗試過來蓋這個大型箭塔 把黃金跟資源給控制住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決策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開始